好,不好意思,我想坐著 然後這個沒有踩過 簡報是往這邊,往上嗎? 右邊是往下 好,不好意思,我需要看到 我的記憶力沒有這麼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剛剛自我介紹的終結 你可以記你魔魂終結症 或是終結孤單 那是五月天的一首歌曲 首先要很謝謝教練團隊給我這樣的機會 然後跟大家分享關於我的故事 我出身台北 加上三兄弟我是老妖 我在一個家暴的環境長大 所以在我的記憶裡 夫親幾乎很少回家 就算見面回來 常常出貌貌的不好 那他有喝酒的習慣 所以小時候的記憶就是常常看到 他在我面前打我的面子 小時候我也跟他打過我一次 那我剛好出生的時候就很妙 因為出生的時候 家裡的經濟就馬上下化 親子關係就是很惡化 其實這個影響 我跟你的交際關係 不要看我現在坐在這裡 其實我以前在就學期間 在我以前是非常 我非常很不信任人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表達我自己 所以其實我當然就很消極的想 我自己很沒有價值 就是我在小時候也常常想 要怎麼樣 要用什麼樣自殺的方式 其實我常覺得自己在這個世上是多餘的 特別 我常覺得我不能為女性 就是我不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所以就是我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很簡單的介紹就是 我很迷惘 直到我長大的時候 我當兵退友的時候 其實還是一樣的 我也不知道我的定位是什麼 也剛好因為在三兄弟裡面 我的個性跟情緒 其實是最消極的 在三兄弟裡面 所以我常常也不想去想這個事情 就常常的逃避過一天算一天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兩哥都彈吉他 我才想到人好像不能找這樣打電動 或者是自己過一天算一天活下去 我想至少要找一個修行活動去做吧 可是因為家裡空間跟經濟的關係 我個人其實本來想學鋼琴 但是因為空間 那個鋼琴都比較破 所以我自己才選了吉他 但是有趣的事情 我也談到了現在 這個是在公館台灣大學旁邊的地下 到了這個其中一次的表演 那我覺得 我覺得我想到到大學的時候 我終於想到有一件小事情 可以為我母親做的 就是我可以寫一首歌給他 然後代表我感謝的心情 那也是我很少很少才有機會 怎麼去對一個人表達我真實的情感 那在鋼琴的時候很有趣 因為彈吉他其實是 真的是滿好用的武器 我記得在肯親家的時候 軍隊都會請我表演 那再來是 我也曾經為調部隊的輔導長寫了一首歌 結果連上的一百多個弟兄 唱我的創作曲 後來得榮譽佳 但是對於我之後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 因為其實這件事對我來說可可無 我說實在的現實來講 在台灣要用這樣的東西糊口 真的是太困難了 所以 所以我將近環島了大概一個月 我帶著吉他劇旅行 我在這時候跟劉浪漢睡地庫 那我沒有 我在十五町的旅行裡面 除了有一次有一個人招待我去睡半天 其他我都是睡地庫 可能睡廢棄的菜市場或停車場 或者是地下道這樣子 那那時候我旅行為了表演 我跟當地的一些警官 跟流氓打交道 就是說 努力的表演場地 雖然說那個旅行有收穫 好像我綁得更惜福 好像得到了一些什麼 可是其實 後來我才發現 那個旅行其實是在找我自己 我在找我到底是誰 我到底在幹嘛 那或許好像脫離忙碌複雜的台北 可以讓我這樣想一想 後來我決定 好我不玩了 我不玩了 我不想玩樂器 那時候 即使有一點表演跟創作的經驗 所以 我打算在那時候除夕新年 晚上十點 我去台大地下道表演最後一次 我就要收起來了 結果我就遇到 我們會教會的弟兄姐妹 那在場的人 可能有些朋友認識 就是有秀 這位是I.O.樂團弦的 這首秀 然後還有一個吉他手叫彥琴 還有打鼓的鼓手叫小兵 還有一位 經濟助理叫奮奮 還有一位攝影師叫兵傑 他們看到我 其實原本就只是想說 同樣是音樂人 然後他就跟我聊 他跟我推薦了 那時候有做一個比賽 叫做新創意音樂大賽 那結果聊一聊 剛好旁邊有兩個路人 宗旨 他們在聽我的音樂 我們就對話 結果兩個路人丟下臨前 強行宗旨我們對話 他們兩個說 我們在這邊站這麼久 就是希望你唱一首歌啊 然後他們才會走 結果唱完之後 我們這五位弟兄姐妹 才突然有一個信心 想要跟我祷告 他們也表明他們是 教會的弟兄姐妹 其實跟大家講的很有趣 因為我被八次傳過福音 我被八千不同的弟兄姐妹 傳過福音 其實真的是 剛好是我人生最迷惘的時候 我看起來好像有什麼 可是其實我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我還能走哪裡 可是其實我這個人的個性 看起來是這樣 可是其實我心裡很高密 我覺得上帝可有可有 我覺得在我以前 你們禱告看起來 就只是個空氣講話而已 我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但是說實在的 我想說這眼前的弟兄姐妹 好像還蠻認真 我就有應付應付 我就要講實在話 結果 但是有一個很驚訝的是 那五個人買走回去 有一個人跑回來 他直接放了一千塊 在我的吉他袋子裡面 那是我第一次收到 打賞這樣的經驗 我就會覺得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把這樣的一個束目給我 一千塊或許對我來說 不是什麼大錢 可是其實我想到的是一千塊 代表了一天兩天三天 是時間跟生命的壓縮濃縮 換來一個這樣一個有型的東西 他直接把你有型的東西給我 我就覺得奇怪 為什麼基督徒甘願做這樣的事情 那時候我心中才有一個決定 就是說 上帝啊 如果你真的存在 那我都要試試你 到底要改變我什麼 其實我心裡面的口氣是很賺的 然後弟兄姊妹也不知道 我的家人也不知道 我做了這樣 心裡這樣的決定 那其實過去 因為剛剛講過一波 我去過其他的教會 在前面七次 可是其實我是因為人的關係 好像你對我很怕 我不去好像不給你面子 所以我就去了 可是去了其實沒有什麼經歷 但是因為差別 第八次為什麼聊到現在 其實那時候我選擇相信上帝 結果我今天教會才發生了很多很多很奇妙的故事 例如說 因為太多了 可能 我可能 即使在我們唱敬拜賽的詩歌 或者是我曾經聽到牧師 他講 他講信息 講話語 他講到一句話說 無論你過去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上帝依然愛你 我在聚會中突然過了起來 那是我在人生中 第一次得到心裡很實在的問號 我知道有一位 有不改變跟不脾氣的對象 特別我在這個家庭裡面 我對人 我對我的家人實在是非常的失望 後來我一定在教會 信仰調整我的個性 那我也去 開始去思想我生存的意義 我這個人既然存在 我不應該是沒有用處的 如同上帝造人 好像工程師造手機一樣 每一個人 每一個東西都一定有它的價值存在 後來 我信仰到現在大概快七年了 那意外的是我本來要放棄的 可是我繼續在做音樂演出 從事表演 那其實發生了什麼改變 在過去表演 小朋友聽到我的表演 都會關耳朵 然後說很吵 那直接走過去 可是現在是 湊在快速跑過來 兩秒 全部都是小朋友自己先跑過來 然後 我也收到很多的紙條 這些紙條就是 類似就是聽到這樣的一個音樂 能一直他們的心情 在這時候很多人工作很絕望 很多人遇到人生的問題很卡住 可是 當他們聽到這樣的表演 他們就得到這樣的力量 不只一張 其實有很多的紙條 但我沒有分別去拿出來 那 甚至 甚至 我也剛剛講到 我唱到路人大哭 通哭的經驗都有 那其實很奇妙 因為後來變成我收入的重心 那這個像是 這個是在中措學院 就是裡面這群孩子全都是中措生 他們在學校 好像在學校裡面算是邊緣的人 就是他們爸媽可能 媽媽從事可能 特種行業 這些補充生 可能男生就慢慢賭比 然後 補充女孩子就是 原教這樣子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跟孩子分享音樂 然後分享 有關於一些的事情 那 後來其實有不少業主 很喜歡我的特色 接著我去 邀請我去參與演出 其實 其實 說實在我本來什麼都沒有 我也不是這麼有名的人 可是其實很妙的事 就是很多業主 還是一直想要找我 那 後來發現 我覺得 其他的技術增進是必要的 但 我想不是為了金錢跟名聲 而是真的 你是真的為了滿足人 需要才做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興趣跟動力 才會失去 才會有更高的價值 在無形之中 能夠影響這個世代的社會的人 後來我也建立 這樣的習慣 就是說 我開始探索自己 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其實我自己本身 不只有資訊工作證照 我也有 自己接冷氣的案子 這個是保養冷氣 所以我可以處理 像洗衣機跟冷氣維修 滴水這些事情 那 到後來我也有一個創業的規劃 我想要做個教育品牌 帶孩子去探討生命跟平等教育 甚至用設計思考的工具 就是鼓勵的找到自己的價值跟社會的定位 所以我想鼓勵各位朋友 工作是必要的 在場或是幾乎職場的人事 你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夢想跟理想 不見得要嘗試玩音樂 你可以藉由多樣的興趣去開發自己 這也可以成為你生活的小缺席 那 當然 有的時候 你對於你的工作跟社會的需要 不需要做調和 但是我覺得 不要限制自己 你我會有無限的可能 那最後我想要用一個經文 因為我本人告訴基督主 所以本人想要用一出經文 來跟大家分享這個 那 這個是聖經上面講說 你剛聽到很多很多很多 其實為什麼我能改變 我能做到現在 關鍵是其實 我願意試那位上帝 我願意嘗試的去相信他 先獻上我自己的心 獻上我自己的生命 所以各位朋友聽完故事 我不知道你有多少的感想 你聽完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分享 但今天 你或許 你也可以選擇去試試這位上帝 不是因為人 不是因為利益 因為上帝其實都看出來 你真正的心是什麼 所以 我想要鼓勵 或許你有機會 你可以試試他 看他到底要改變什麼 所以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各位